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及其他一些诗人做一些比较 也许更能够理解木旦的艺术特质 这就是我们一个方法论的学习 做一些比较 不是强加要求 拿这个诗人作为一个标准要求 是做一些比较 如果说冯志有存在主义的倾向 他写了很多诗 写生命 写死亡 冯志他的诗主要是超越的 哲师的 哲学的思考的 当然这些哲学的思考 也通过诗人的感悟和艺术想象 这个冯志那种人生的沉思 现实性不是很强的 那么木旦呢 虽然也很注重哲理的思考 但比较少存在主义的味道 他的哲理的思考 主要还是以现实的心理的解剖 对现代人生活状态和心理困境的 那种理性的观察 理解为主 他对现代人那种人生的失望 痛苦 挣扎 他是比较多的表现 这是有现实性的 现实深发为一种历史感 这也是它的特点 有人解释说 木旦还不具备冯志的地位和条件 木旦是终生苦难 当然这也是一种道理 因为冯志他比较生活的状态 他的地位各方面比较好一点 比较顺一点 所以他的诗歌里面 写那种苦难相对也少 他更多的是一种 对人生一种超越式的 一种哲理性的一种关怀 但木旦呢 更多的是写现实的 苦难的 矛盾的 破碎的 是吧 他也有哲理的思考 但不太相同 我自己对木旦是不是喜欢呢 我这里老实说 我很欣赏他的财思扩大 但觉得他的诗也有毛病 毛病是什么 我认为太冷 太沉重 过多的哲理纠缠 密度过大 就显得灰色 读起来是很艰难的 锻炼心智 在心理上不是很痛快 能够理解他 欣赏他 但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不过有些诗 我比较喜欢 他的第二类那些诗 反而就得更好 像刚才诗八属 我作为重点来讲 是为了帮助大家 理解这种难懂的诗 现代主义的特点 木旦的特色 但其实我更喜欢的是前面念的第二类那种诗 这个木旦的诗歌 现代化的问题 前面我已经谈了不少 也介绍了一些评论家的观点 比如说对自我 他的写法 他对爱心的写法不同 对自我的写法也是不同的 包括他的题材 他的结构 他的语言 甚至语言 都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说他的语言 那种陌生话 我们讲到了 那种 缠 扭 纠缠 扭在一块 有人说是超窄的 他的语言负重 太沉重了 是超窄的 思路可以快克一些 我们理解这些问题 他都是现代主义 诗歌 木旦诗歌的一个特点 这个 所以木旦是一个非常 这个有特色的诗人 也是一个 还没有充分的 完成刺激的诗人 他的才华很大 可惜呢 他创作结束的太少了 顺便我要讲一下 跟木旦同时期的一些诗人 注意一下 一个呢是七叶诗派 七叶诗派 三十年代后期就有 是吧 到了四十年代 形成一个牛派 主要是在爱青的影响下 同时也受到理论家 胡锋的影响 这些诗人主要是在七叶 以及希望 诗肯定 诗唱作 泥土 等等 杂志上 来发表文章 是一个青年诗人群 主要的代表诗人呢 很多了 像鲁梨 绿岩 阿龙 蒸作 卢殿 牛汉 等等 这些的诗人呢 都是提创革命的现实主义 和自由体制 跟爱青比较接近 这些诗人在抗战时期 和解放战争时期 都有过巨大的影响 他们诗歌比较贴俊现实 喊出时代的呼声 而且很有力度 是一种比较强悍的 富有革命的色彩的 这个诗歌流派 所以这一派诗人呢 叫七叶诗派 七叶诗派 他们的作品 绝大部分都输在 虎逢主编的 七叶诗丛里边 你们要看的话呢 可以看1981年呢 编辑出版了一本书 就是诗集 叫白色花 他书有七叶诗派 二十个诗人的作品 主要是四十年代的作品 这类诗人呢 他是在当时 社会影响很大 把诗歌作为战斗的武器 追求诗歌与时代的密切的结合 诗歌关注这个现实 关注底层民众 有这个毫不含乎的一种政治倾向性 所以这个诗歌也是很大气的 这是一个诗歌 诗歌的流派 七叶诗派 我也可以念一首诗 给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阿龙的倩夫 就拿倩的 拿船的那个倩夫 阿龙 这个代表 有代表性 这种诗我们可以从倩夫那种艰难的拉倩 可以联想到历史的那种艰难 历史的动力和阻力的角度等等 你看念其中的一句吧 并不是一礼一礼的 那个倩夫拉那个倩 并不是一礼一礼的 也不是一步一步的 而只是一寸一寸那么的 以一寸的力 人的力和群的力 只扩进了一寸 那一轮刺刺的直火 灰爆的清晨的太阳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倩夫的形象 是吧 包含有一种历史的内容 就表现他一个普通人民身上那种坚韵的 强劲的那种民族精神 读这个时会理想 联想到我们古老民族 那种顽强的生命力 好像就是倩夫拉倩 很艰难的 一寸一寸的往前推进 所以这个时也有一定的思变的力量 这个七约失派 就是这样一个联系现实的 具有力度的这样一个十个流派 比较倾向革命的 另外呢 四十年代还有一个十个流派 就是叫做中国新师派 也有人称之为九叶师派 主要的师人群是西南联大 木旦就是九叶师派里面的一叶 其中的一言 为什么叫九叶师派呢 因为这些师人呢 在四十年代 虽然他们创造的风格比较节俊 但是有些都没有见过面 说他是流派的 是创造的七项上 有共同性 就像想想木旦 这个现代主义的追求 这个等等 所以借派诗人呢 主要有这些人 一个就是木旦 我们已经讲了 郑敏 杜运社 阎口家 辛迪 汉耀贺 陈进荣 唐氏 唐齐 当然其实还不光是九个人 还有其他王佐良 易明传 赵瑞宏等等 所以借派诗人和七月派不太一样 他是比较多的 结束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艺术观念的影响 像刚才木旦就是这样 比较尖锋 比较超越 他们逼四现实 直面现实 直面人生 直面矛盾 但是又保留了比较多 这个过性 独特性 就是保留过多艺术的过性和独特性 另外他们比较注重现代诗的思维和语言 那种创新 进行探索 强调 知性的提升也融合 强调文本的试验 这个带有笑颜诗歌的一些特色 九月派一再说 现代诗人极端重视 日常语言 及说话 节奏的应用 目的是显示 两者 内涵的丰富 只有变化多 弹性大 新鲜 生动的文字 才以节奏 文字以节奏 才能适当的 有效的 表达诗人的感觉 奇异敏锐 思想的极迹变化 我们刚才讲 木旦的时候 可以看到 他思想非常复杂 诗变的 变化的 意象也很奇异的 这九月诗人 都比较忠实于 自己对时代的观察 感受 也忠实于 他自己心目中的 诗歌的艺术 他的努力 为新诗 艺术开拓一条 心理途径 比较起来 这个九月的诗 还是比较含蓄 比较应急 比较注重内心的挖掘 我和新叶派 其他现代派比较起来 他们有这个特点 忠实于过人的感受 但是又不完全是脱离现实的 在艺术上 追求自信与感性的融合 有理智的东西 思辨的东西 但有很多感觉 注重运用 象征与联想 幻想与现实 互相渗透 把思想情感 寄托在那种活泼的想象 和新颖的意象之中 刚才我们看 这个木旦 也快体会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的诗篇 是比较有厚度 密度 也有宁性和弹性 所以这个诗歌呢 就是还有一个特点 这个纽约诗派 就是把观能感觉的形象 和初向的观念 之类的情绪 这几个方面呢 密切的结合起来 而达到什么 因为计划叫思想知觉化 这是这个现代派 一个很显著的特点 就是说理 但不枯燥 抒情 不显露 写景呢 不限于静态 这是这派诗人的特点 所以善意呢 让读者透过那张意象连篇 他的意象往往是跳跃的 感觉到思想的深刻 情味的俊勇 另外呢 他技法上 语言上呢 当然有不同程度的 欧化的情况 有的画得比较好 有的呢 画得不太好 就造成一些悔射 难懂 这都是一个特点 下面呢 我们在念一首诗 是证明的 也是很能够代表 九夜诗人的风格 他们九个人 其实风格很不一样 是吧 但是呢 就是有共同之处 就是现代派的这种 永恋 这种稀疏 这首诗啊 就曾经出现在 高考的事件上 就是这个 让大家去分析 你的感受 现在我念一下 金黄的稻树 站在各个的秋天的田里 我想起了 无数个披荐的母亲 黄昏路上 我看见了 皱了的美丽的脸 舒华日的满夜 在高宋的树巅上 暮色里 眼山 围着我们的心边 没有一个雕像 能比这个 比这更静默 这个金黄的稻树啊 它写的是一个秋天的一个风景 是吧 很静默啊 有点像米勒 大家知道吧 大画家 他的油画 那么倒数来比喻母亲 是吧 那种披荐 站在那里 这种雕塑感 油画的效果 所以这首诗以 联名不断的 那种新颖的意象 它的比喻 它的意象很奇特 来表现那种 蕴含的那种意念 当然也造成一种气氛 显现那种气氛 联想那种画面 所以它的效果啊 是非常细微的 是吧 舒缓的 持久的 可以 每个人阅读 由自己感觉的渗入 是吧 所以这个诗啊 是这个和音乐 绘画 都有交响啊 这个所以是一个写的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诗 会 大家看到 这个好像 这个 一记一记不可细节 但读起来那种意境 那种味道就出来了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诗 每个人可以读出 自己的感觉 所以九月诗派 七月诗派 都是代表了 四十年代诗歌的 这个 诗坛的一个成就啊 我们特别这次课呢 主要是讲到木旦 我们通过讲这个木旦呢 也可以 以后啊 碰到类似的 现代派诗歌 我们要自信 是吧 我们要 转握一般的 这个解释的这种方法 这个 现代文学 名家名作 这门课呢 到今天就讲完了 我们一共讲了 十八章啊 大概讲到 有二十多个 接近三十个 现代文学史上 比较有特色 有个特色贡献的 杰出的作家 他们呢 各自有不同的 创作道路 有风格 各异的 作品 所以他们对 现代文学的诞生 发展 都有很大的贡献 我们呢 也对 通过这些课呢 我们对 现代文学的 历史的轮廓 也有了一个 粗略的了解 三十年代 这个 现代文学 三十多年 出现了很多 大的作家 如果说 过性化 创新的程度 还有社会影响 从这方面来考虑 这三十年 不得了 他出现了 现代作家 要比后面 六十年 出现的 很多当代作家 显得呢 这个 甚至更为重要 所以这门库 要我们大致 掌握了 关于现代文学 发生 发展的轮廓 主要的文学史 现象 是吧 这个文学史呢 其实也是社会史 它也从体现 一个社会的变革 转型 是吧 也是民族心理情感史 这就是文学史 的一个长处了 是吧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认识 现代中国变革 那个历程 获得一种鲜活的 历史的感受 是吧 我们比较系统的 阅读 建设了 这个很多 现代经典的作品 名家名作了 其中 很多呢 都是过去 耳熟能详的 或者听说过的 或者是中学 课堂上 学习过的 但是这次呢 我们这个课呢 是 把这些作品 都放在文学史的 框架中 去分析 去评价 是吧 去体会 进版原来 中国人的 精神历程 当然我们就 获得了一些 新的认识 另外呢 可以借此 学习 如何用文学史的眼光 去看待 文学精神现象 是吧 如何用比较宽容的态度 用多种方法 去欣赏 不同的创作 不同的作家 是吧 我们希望这样一门课啊 能够提升 大家的 阅读的 信息 品味 审美的能力 和评论分析的能力 我想呢 这个基本的目的 达到了 希望这门课 能够为大家 进一步的了解 中国文学史 文化史 奠定一个基石 是吧 让我们呢 思维更加活跃 精神更加丰富 生活也更加多彩 这门课就结束了 我想我们彼此之间 已经建立了某种 对话和讨论的关系 即使是 我在这里讲 你看这个视频 咱们不认识 但这种关系也建立了 这是一种朋友的关系 希望这种关系能够 长存 能够生长 最后 我要衷心的感谢大家 这么些天来的合作 谢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